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在行政行为的面向上 行政组织的变动 创设 变更 裁撤合并等 往往涉及管辖权的变动 二 在权力救济的面向上 组织的变动涉及人民应以何者作为声明意义 提起诉愿以及诉讼的对象 三 现行法规 以组织法上法律保留之明文规定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四条规定 一 下列机关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其余机关之组织以命令定之 A1级机关 2级机关及3级机关 B独立机关 二 前项以命令设立之机关 其设立 调整及裁撤 于命令发布时 应及送立法院 二 制度性法律保留的松绑 某程度上允许行政机关自行决定 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三项及第四项 一 国家机关之职权 设立程序及总员额 得以法律为准则性之规定 二 各机关之组织 编制及缘额 应依前项法律 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决定之 行政组织之太样 行政组织一词 事实上是一个复合体制概念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 系由许多次及组织集合而成 在公行政领域中 为完成各种行政目的 而透过不同的组织建制来达到行政目的 直视之故 如果国家进一步拒法人格的行政机关来完成行政目的 称为直接的国家行政 如果将行政任务交由其他权力主体完成者 则称为间接国家行政 在间接国家行政的部分 包含透过其他公法人以及将行政任务 为由自然人或司法人执行的情况 另外公务员作为行政组织中的一分子 其身份上知权力义务以及责任皆易于一般人 因此需个别说明 同样的 公务的定性也有别于以上三者 因此本边也将其独立出来令做说明 行政主体 定义 行政主体及公法上权力义务之主体 具有独立之法人格 概念上等同于公法人 一 行政主体为公法人 以行政主体皆为公法上拟制的法人 二 行政主体既为法人 本身并无行为能力 因此需要行政机关代为意思表示 并对外作为 然而公法上的权力义务关系却仍然是归属于行政主体上 二 与民法上知权力主体之差别 以公义为目的 民法上知权力主体指的是能以自己名义行使权力并负担义务之主体 而行政主体除了前述权力能力之外 同时已完成行政任务 并且以达成公义为目的 二 行政主体并非概括性的具备权力能力 民法系概括性的权力能力概念 自然人的权力能力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民法第六条 法人则于法令限制内享有权力能力 民法第26条 行政主体之要素 一 组织法上的授权依据 与司法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移民法上法人的成立并不需要法源依据 相对的 公法人需由国家或是其他公权力主体 透过公法上知依据来创设 二 除了国家以外 所有行政主体的创设皆需要有对应的法律规范授权 任何类型的公法人都必须要有对应该公法人的法律授权 创设公法人的法律依据 需符合授权明确性原则 二 法规范赋予其法人格 公法上知法人格 三 本于其独立知法人格 在被赋予的权力能力范围内享有自治权 一 就自治权而言 于其自治范围内可以享有独立的预算 人事等等权力 二 而就公法人的监督机关而言 只能对公法人的自治范围内进行合法性审查 而不能为合目的性审查 四 具备公益属性 以完成行政目的 行政主体之类型 一 依其组成作为分类 一 依公法社团 指其组成系由自然人所组成 以成员作为组成基础之公法团体 例如 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 系由住在同一地区的人组成 农田水利会 由同一职业身份的人组成 等等 二 公法财团 由金钱或财产所组成 以完成特定行政目的之公法团体 例如 经济部一工业技术研究院设置条例所设之工业技术研究院 三 公营造物 为达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 将人与物作功能上之结合 以制定法规作为组织之依据所设置之组织体 与公众或特定人间发生法律上之利用关系 例如 学校 监狱 图书馆等等 四 行政法人 系指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以外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为执行特定公共事务 依法律设立之工法人 行政法人法第二条第一项 旧行政法人之特性 与公法社团 公法财团皆有所不同 故将其独立出来自为一类 荣厚说明 二 国家 为最尚未概念之行政主体 国家法人 一宪法第二条规定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国家本身即为全体国民集体意志之表现 于公行政领域中 疏难想象有地位高于国家之主体存在 而为了实行行政之目的 只有赋予国家法律上人格 才能使其参与法律生活并遂行行政目的 二 国家为最高位皆知 原生性行政主体 国家法人 三 其他种类的行政主体 皆源自于国家而衍生 又称为 衍生性行政主体 或 衍生性公法人 三 地方自治团体 以定义 地方自治团体为行政法上之行政主体 亦为公法社团法人的类型之一 系由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所组成 并且对该地区内的公共事务有管辖权 二 法源依据 一 地方制度法第二条第一款 地方自治团体 指一本法实施地方自治 据公法人地位之团体 省政府为行政院派出机关 省为非地方自治团体 二 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条 直辖市 县 市 乡 镇 市 为地方自治团体 依上述规定 地方自治团体为直辖市 县 市 乡 镇市 省并非地方自治团体 三 归纳以上条文 本法所称地方自治团体系织 A 直辖市 县 市 乡 镇 市 地方制度法第十四条 B 依地方制度法之规定实施地方自治 A 直辖市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条所列之自治事项 B 县 市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条所列之自治事项 C 乡 镇 市 依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条所列之自治事项 三 直辖市政府 县市政府 乡 镇市公所并非行政主体 直辖市政府 各级县市政府 乡 镇市公所 只是地方自治团体的一丝机关而已 并非行政主体 直辖市 县市 乡 镇市 财市行政主体 四 公法社团 一 定义 公法社团系由成员所组成 管理共同事务 并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公权力 二 公法社团之类型 以成员作为分类 可再细分成以下几种类别 一 地域型的公法社团 如前数地方自治团体 二 身份型的公法社团 如前农田水利会 由身份而取得成员资格 三 联合团体 只由公法人作为成员 由公法人组成的公法社团 五 公法财团 一 定义 公法财团系由财产捐助设立 由金钱或财产所组成 未完成特定行政目的之公法人 二 关于公法财团之特征 一 财产来源系由私人或是行政部门捐助 并不影响公法财团的成立与性质 换句话说 公法财团不会因为由私人捐助就被认定为司法人 也不会因为由行政部门捐助就变成公法人 二 公法财团的特征为提供特定行政目的或收益人所使用 三 需行使公权利 即使已向法院登记成为法人 若不具备行使公权利者之资格 仍然不属于公法财团的范围 例如海基会及非公法财团 属于受委托行使公权利之团体 六 行政法人 一线刑法之定义 一 行政法人法第二条第一项 A 本法所称行政法人 指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以外 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为执行特定公共事务 依法律设立之公法人 B 前项特定公共事务需符合下列规定 A 具有专业需求或需强化成本效益及经营效能者 B 不适合由政府机关推动 亦不宜交由民间办理者 C 所设公权利行使程度较低者 2 令依中央行政组织基准法第37条 为执行特定公共事务 于国家及地方自治团体以外 得涉具公法性质之行政法人 其设立 组织 营运 职能 监督 人员禁用 及其限职人员随同以转钱 后之安置措施及权益保障等 因令以法律定之 2 行政法人的法治化与重要性 1 原有与立法目的 由于现代行政事务件区复杂 以及分工的专业化 为提升政府施政效能以及组织精简 故在民国100年定定行政法人法 2 行政法人的重要性 A 透过对于人事和会计制度的松绑 来建构更有弹性的政府组织 以其带来更高的施政效率与品质 B 行政法人的运作方式类似于公司 以企业化的经营理念 打破了公司法二元区分的行政方式 C 就政府组织精简的面向而言 由于行政法人的性质 介于行政机关与一般民营企业之间 对于公务员身份与利益的冲击较小 借以达成温和渐进的改革目标 三 行政法人与公法社团 公法财团之差异 一 行政法人为基于特别行政目的而创设的公法人形态 行政法人的存在目的在于处理那些属于国家行政范畴 却不适合以国家公权力直接干涉的事物 二 行政法人的设立受到双重的法律保留所限制 一 行政法人法第三条 行政法人之监督机关为中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并应于行政法人之个别组织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定之 换句话说 行政法人除了受到本法的限制之外 依照其组织性质还需要另外有法律授权来定定组织法规 四 行政法人的监督 一 外部监督 由各该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进行监督 行政法人法第三条前段 二 内部监督 监视或监视会得对于行政法人的决算 营运以及财务状况 账策 财产文件 以及其他重大事项行审核 行政法人法第十一条 七 公营造物 一 定义 为达成公共行政上之特定目的 将人与物作功能上之结合 以制定法规作为组织之依据所设置之组织体 与公众或特定人间发生法律上之利用关系 简言之 公营造物的概念其实就是人和物的结合体 并着重在人与物之间的利用关系 例如图书馆 公立医院 病医馆 动物园 监狱等等 二 公营造物机构并非公法人 和公营造物同样为人与物的结合体 但不具独立的法人格 性质仅为行政机关而非行政主体 三 公营造物之要素 一 由行政主体在公法上所设立及控制 设立公营造物的行政主体或有称之为 营造物主体 除了对公营造物有公法上的支配权外 以得制定利用规则并交由营造物机关加以管理利用 二 必须持续存在 就公营造物而言 需持续存在才能达成行政目的 而并非只为了完成一时的行政任务 换句话说公营造物的目的即在于 能持续提供民众对于物的利用关系 四 公营造物的法律关系 一 组织上的法律关系 为对于公营造物之组织架构 人事 权限 运作等相关规定 由设置该公营造物之机关 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 或其他行政主体 所订定为营造物规章 二 利用上的法律关系 通常由设立公营造物的行政主体 或由公营造物本身制定 利用关系涉及公营造物的权限 又可分为 对利用人的法律关系 及对于利用公营造物之人的规范 此规范可为具体或抽象 旨在完成公营造物的行政目的 换言之 目的在于规范利用人 与公营造物之间的法律关系 例如图书馆内不得饮食 喧哗等 比警察权或称家主权 只公营造物于权限内 为了维持正常运作 对于利用人不当利用行为而致其受损害时 得加以排除之权利 例如车长之警察权 五 公营造物的利用关系 一 行为形式选择自由 就公营造物的利用采取公 司法的方式进行皆无不可 同时也可以向利用人收取费用作为报酬 A 基于公法关系收取支驾金 使用规费例如学费 B 基于司法关系收取支驾金 驾金例如火车票 门票 二 透过公权力强制人民利用公营造物 公营造之利用本属人民自由 然而在某些情况之下 却需强制民众利用公营造物 由使用自由转变成使用义务 这类的情况由于涉及基本权之限制 故应有法律定之 例如社会保险 劳健保等等 义务 乐界或入兼服刑义务 就学义务等等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概念 从行政法的法律关系而言 行政主体本身虽然作为权力主体 然而却不具有行为能力 因此行政主体需透过意思机关 对外形成意思表示 并进一步发生法律关系 而行政主体的意思机关 即为行政机关 而行政机关作为意思机关 需以行政主体之名义 或以自己名义对外发生法律效果 并且该法律效果并不归属于行政机关本身 因为机关并无权力能力 而是归属于该行政主体上 举例来说 台北市为行政主体 为其无法尽为执行各项行政任务 需透过台北市政府为之 因此台北市政府为 台北市行政主体之意思机关 此时应由台北市政府取缔超速并开罚单 然而法律关系存在于台北市 以及该接受行政处分的民众之间 行政机关定义 一行政程序法第二条第二项 本法所称行政机关 系指代表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 或其他行政主体表示意思 从事公共事务 具有单独法定地位之组织 行政机关要素 就行政程序法 对于行政机关所做的定义来看 行政机关的要件应 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一代表国家 地方自治团体 或其他行政主体表示意思 由于行政主体本身 并没有形成意思之能力 因而不具备行为能力 顾需透过意思机关 代其为之 因此行政机关 应以自己名义 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二从事公共事务 本条所谓 从事公共事务 应指与公法 国家有关 于行政领域中的公共事务 顾行政机关 应具有针对特定事务的管辖权 三具单独法定地位 指行政机关 应具备独立的编制 预算以及法律上的依据 组织法上的依据 行政机关特征 一为行政主体之下位概念 行政机关为行政主体之意思表示机关 代替行政主体为意思表示 二法律效果归属 由于行政机关无权力能力 因此法律效果并不归属于行政机关 而是归属于行政主体 最高行政机关 行政院 宪法第53条明定 行政院为我国最高行政机关 本条明是行政院在我国法律上之地位 关于行政院之组织分别规定于宪法 宪法第54条到第61条 以及行政院组织法中 一 行政院为独任制机关 宪法第58条第一项虽然规定行政院需设行政院会议 然而一行政院会议意识规则第五条 其决议并无法拘束行政院长 故行政院会议并非权力机构 其地位仅为提供意见的幕僚单位 实际上决策权仍然是由院长独揽 二 行政院与总统的关系 一 总统并无行政权 一 宪法第35条 总统为国家元首 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而行政权已划分给行政院 宪法第54条 专属于行政院 就总统的权限而言 既然无行政权 因此只属总统的机关义部 具有行政权 二 总统和行政院长之间的关系 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一项 行政院院长由总统任命之 行政院院长辞职或出缺时 在总统为任命行政院院长前 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宪法第55条之规定 停止试用 据此 总统有权任免行政院长 然而行政院长虽有总统任免 但却不需要对总统负责 行政院应对立法院负责 宪法第57条 三 行政院组织架构之限制 行政院在组织面向上受到宪法 行政院组织法 以及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的限制 一 宪法 A 宪法第54条 行政院社院长 副院长各一人 各部会首长若干人 及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若干人 B 宪法第61条 行政院之组织 以法律定之 依上开规定 宪法对于行政院之组织形态 并没有详细说明 仅做原则性的限制 并明文将行政院的组织架构授权交由法律决定 2 行政院组织法 行政院组织法第1条 本法1宪法第61条制定之 揭示了细基于宪法授权而制定 然而在行政院组织法中虽然更进一步对于行政院旗下所辖制部会 独立机关只有原则性的规范 行政院下设14部8会 独立机关及其地位 但对于其编制 原额 职权范围等等并未有详细的规定 仍然属于框架性的规定 3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第二条 本法对于行政院下属各级机关的原额 编制 职权 以及机关设立 裁册 合并变更之程序等 皆有明文规定 相较于行政院组织法更为具体 同时也授权行政机关得设立对于四级以下之机关并以命令定之 独立机关 1 定义 只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 自主运作 除法律令有规定外 不受其他机关指挥监督之合议制机关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三条第二项 2 特征 一 独立行使职权 2 自主运作 不受其他机关指挥监督 因此除法律规定外也不受上级机关监督 3 独立机关的建制目的 由于该类事务具有高度的专业性 以至于需要从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 排除机关受到来自行政议题的干预和责任政治的影响 确保在该管事务上的公正性与专业判断 4 我国的独立机关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公平交易委员会 中央选举委员会 行政院组织法第九条 5 独立机关的监督 行政机关的监督机制主要透过夙愿 夙愿是给予行政机关自行更正错误的机会 透过上级机关撤销下级机关违法不当的行政处分 使行政作为切合依法行政原则 并达到救济之目的 组织权 1 定义 组织权系指行政主体对于其组织体进行设置 裁册 合并 变更调整以及管辖事务分配等等权力 2 行政机关行使组织权的法律性质 以是否对外发生规范效力作为分类 以组织行为 只对机关内部发生效力 与一般不特定之大众无关 例如上级机关对下级的事务分配 行政规则 行政程序法第159条等等 因此 民众义无可对此请求救济 2 事实行为 若组织行为对外发生效果 则应是为 一般处分 行政程序法第92条第二项 允许民众对该组织行为提起诉愿以及诉讼救济 3 组织权之限制 在行政法领域中 组织权是行政权的核心内容之一 然而时至今日 组织权不再被认为是由行政权完全垄断的权力 应该受到立法权的监督 因此 当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行使组织权时 会受到以下两项原则的限制 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 以及功能罪事原则 以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 行政主体或行政机关在行使组织权时 需要有法律的授权 才可以具以进行组织体的调整 因此 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等于是立法权的事前审查机制 一 宪法层次 在宪法层次上的法律保留 可分为中央 总统以及五院 与地方自治团体 以及基本国策三大类 宪法中对中央政府的制度性法律保留 多集中在五院 国民大会以及总统上 多为概括性的规定 并授权立法机关以法律定制 二 宪法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三 四项 对组织权的松绑 增修条文第三条第三 四项 其目的在于降低立法权对于组织行为的监督程度 透过将立法监督线缩在三级以上之机关 来减少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 而不需要任何层级的组织行为皆需立法授权 三 行政院组织法 本法奠定了行政院的组织架构 十四部八会 以及独立机关 而关于行政院及其下属机关支援额编制 等实体内容几乎没有说明 四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本法中对于各级组织行为应建型的程序 组织编制皆有规定 相较于行政院组织法而言更为具体详尽 而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以组织层级划分成两类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 以下说明 A 有本条规定可知 层级越高的机关 形式上受到立法部门监督的程度就越高 一到三级机关以及独立机关的组织形式 均受到较严格的监督 皆采取绝对法律保留 B 相对的在四级或以下之机关 则受全行政部门得以命令定之 且只要在发布命令之后 送交立法院审查即可 事后监督 二 功能最事原则 补充原则 见识自569号及585号不同意见书 行政机关最主要的目的 在于达成行政任务 因此在组织面向上 也应以最能达成行政任务的组织形态 作为建制的原则 换句话说 功能最事原则所考虑的是 组织结构是否有利于行政目的之达成 系对行政机关组织行为之和目的性审查 三大法官解释整理 关于行政机关在组织法面向上所受到的限制 牵涉到行政权核心范围的界限 事实上 也就是关于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权力划分 以及行政、立法的权力核心内涵所指为何 归纳与此相关之大法官解释如下 四规纳现行法规与大法官解释 一、现行法规对高阶行政机关的规范不足 行政院组织法仅为框架性的规定 而中央行政组织机关基准法对高阶行政机关 包含一、二、三级与独立机关 虽采取绝对法律保留 但监督密度却相对宽松 一、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七条规定的各款 可以看出立法机关所能为仅限于组织形式上的监督 难以触及机关实质内涵 二、大法官解释所建构出组织权的核心 人事行政权与预算权 A就人事行政权而言 即使对组织形态不做任何限制 只要控制了人事权 则该组织自然就失去了自主性 是自第613号一旨 B而在预算方面 本质上是施政计划的体现 系行政权对于政策形成的权利 对此 立法权不宜直接干涉 仅在关于国家重大政策与施政计划时 使得透过政策参与权和政院共同商议决定 是自第391号、第520号 管辖权 一、管辖权之意义 以管辖权为行政任务的分配 指行政机关能执行行政任务的范围 换句话说 由于行政机关系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机关 并以行政机关对外发生法律关系 因此行政机关不能逾越行政主体的管辖权 仅能在行政主体所赋予的范围内作为 而另外实物上亦有 权限、译词、实与管辖权一体两面 两者差别在于 管辖权系以行政机关的角度出发 而权限是以事务、管辖标的的角度而言 只该事务应由哪个机关执行处理 二、管辖权之分类 以事务管辖 只依照事务或行政任务 管辖标的的性质为准 某机关得行使权限之管辖权 例如食品安全、细卫生署所管辖 二、土地管辖 只依照地域范围划分之管辖权 例如高雄市政府仅得取缔高雄市之违规事件 对于发生在台东市之违规事件及无管辖权 一、土地专属管辖 只专属于该地之行政机关所管辖之事件 包含以下各项 行政程序法第十二条 A关于不动产之事件 一不动产之所在地 B关于企业之经营或其他继续性事业之事件 一经营企业或从事事业之处所 或应经营或应从事之处所 C其他事件 关于自然人者 依其住所地 无住所或住所不明者 依其居所地 无居所或居所不明者 依其最后所在地 关于法人或团体者 依其主事物所或会指所在地 D不能依前三款制规定定期管辖权或有急迫情形者 依事件发生之原因定之 三团体管辖邪限机关管辖 一团体管辖 只该事物应由何行政主体负责 关于团体管辖 事实上是行政主体之间权限划分的问题 二机关管辖 只在确定行政主体后 该事物应由其下哪个机关管辖 四层级管辖 一组织层级决定某事物分配 区分实义在于 当人民对于处分不服时 其诉愿机关之判断 三管辖权禁合 可分为积极的管辖权禁合 与消极的管辖权禁合 说明如下 以管辖权积极禁合 一意义指数各行政机关 皆认为对某一事物有管辖权 二处理方式 为避免行政机关之处分 自为矛盾的情形 应交由单一行政机关处理为一 就管辖权积极禁合的情况而言 应是用行政程序法第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来确定管辖权 A原则上由受理在先之机关管辖 B不能分别受理之先后者 由各该机关协议定之 不能协议或有统一管辖之必要时 由其共同上级机关指定管辖 C无共同上级机关时 由各该上级机关协议定之 二管辖权消极禁合 一意义 指数各行政机关皆认为自己对该事物没有管辖权 二处理方式 此时应适用行政程序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数行政机关与管辖权有争议时 由其共同上级机关决定之 无共同上级机关时 由各该上级机关协议定之 四管辖权法定原则与管辖权横定原则 如前述 与管辖权的设定 变更 丧失皆因属于法律保留之范围 自然无法任意跟动 从此衍生出两项关于管辖权的原则 管辖权法定原则与管辖横定原则 以管辖权法定原则 一 定义 指管辖权的范围 内容都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 或是其他行政专法作为依据 二 虽然管辖权的划分属于组织内部的任务分配 然而却常常会发生外部效力 最明显的就是影响人民夙愿 行政诉讼的对象 因此 管辖权仍然要符合 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三 现行法之规定 依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条第一项 行政机关之管辖权 依其组织法规或其他行政法规定之 A 管辖法定原则所指的法律依据 不限于组织法 亦可以作用法 行为法 作为管辖的授权来源 如 公路法 观光发展条例 皆为作用法 等等 B 管辖法定原则也允许概括性的授权 相较于行政处分而言 管辖权的划分对于民众基本权的干预程度较低 因此就法律明确性原则来说 并不需要那么严格的限制 故就管辖权而言 允许概括性的授权 C 可透过法规命令授权为之 就授权法律未接而言 管辖法定原则并不限于形式上的法律 换句话说 管辖权之划定可透过命令为之 而此处所称的命令 系指 法规命令 而言 D 管辖权不得以 行政规则 划分 由于行政规则之性质 并不对外发生效力 而管辖权如前述 会有某程度的外部效果 故管辖权不宜透过行政规则设定 划分 由此可知 管辖权需依法而定 不得单以机关的内部行为来划分 因此得推导出有关管辖权的另一项原则 管辖恒定原则 二 管辖权恒定原则 一 定义 指管辖权的设定 便更不得任意 需有法律明定授权时可为之 A 简单来说 管辖权恒定原则系指 除非有法律规定或授权的情况 否则管辖权一旦确定后就再也不得任意变动 B 行政机关的权限皆需要以法律规定 禁止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更动权限 更不允许当事人以协议的方式决定管辖权 二 现行法之规定 一 行政程序法第十一条第五项 管辖权非依法规不得设定或变更 三 管辖恒定原则之目的 A 禁止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形之下 任意释放权限 B 管辖恒定的意义 同时在于确保机关的权限不被侵夺 C 非以法律或法律概括授权之法规命令不得变动管辖权 B 管辖权至移转 由于实务上各种行政任务的需要 赋予行政机关管辖权的弹性 以资行政之需求 管辖权的移转 事实上是管辖法定邪限恒定原则的例外情形 在法定要件之下 允许行政机关事后变更管辖权 而管辖权移转之后 受托之机关就移转范围内有管辖权 并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作为 在法律评价上 受托机关在受托范围内等于处理自己事物 6 管辖权移转制要件 管辖权移转制行为需要符合下列要件使为合法 否则权限不深移转制效果 仍然属于原机关 此外若移转行为不合法 而受托机关仍自为处分时 由于该处分系无管辖权之基础 为无效之处分 行政程序法第111条第6款 以下就管辖权移转行为之程序 要件分别说明 以管辖权移转制法律授权来源 管辖权系属行政机关的核心内容 且间接影响人民诉权 故需有法律授权 或至少有概括性的授权 使不致违反法律保留 管辖法定等原则 而就管辖权移转的内容而言 不得概括移转 必须就管辖移转之内容列举说明 二需建行法定程序 移转行为公告 管辖权移转行为有法律授权之后 尚需履行各移转行为所明定的程序 管辖权的移转行为才为合法 一、委任、委托、委任或委托事项及法规依据公告之 并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条第三项 二、委托行使公权力 应将委托事项及法规依据公告之 并刊登政府公报或新闻纸 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条第二项 三、委办 受中央或上级机关委办 受委办机关得定定委办规则 并因含报委办机关合定后发布之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九、三十二条 受其他互不隶属之地方自治团体委办、程序 要建类推适用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 七、管辖权的调查与欠缺之效果 行政机关系已完成行政任务为目的 因此管辖权的釐清制为重要 无管辖权则行政行为无以为据 将直接影响行政处分之效果 以管辖权之调查为职权调查事项 一、行政程序法第十七条第一项 行政机关对事件管辖权之有无 应依职权调查 其任无管辖权者 应即移送有管辖权之机关 并通知当事人 二、缺乏管辖权之效果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条 行政处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无效 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者 应以证书方式做成而为给予证书者 内容对任何人均属不能实现者 所要求或许可知行为构成犯罪者 内容违背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者 未经授权而违背法规有关专属管辖之规定 或缺乏事物权限者 其他具有重大明显之瑕疵者 二、本条所列一到六款事由为绝对无效之事由 不论其瑕疵程度 只要符合所列事项则该处分机为无效 一、该条第六款之规定 该缺乏专属管辖者处分因为无效 三、第六款应不包含违反 非专属土地管辖的状况 违反非专属土地管辖时 应依第115条 行政处分违反土地管辖之规定者 除依第111条第6款规定而无效者外 有管辖权之机关如就该事件 仍应为相同之处分时 原处分无需撤销 为相对无效之原因 此时处分不仅不因而失效 亦无庸撤销 三、处分无效之效果 自始不生效力 一、行政程序法第110条第4项 无效之行政处分自始不生效力 8、管辖权移转之太阳 就管辖权移转的形态 可以机关是否同属一个行政主体 以及机关间是否为上下隶属关系 作为分类基准 而另外行政机关基于行为形式的选择自由 亦可将管辖权委托民间代为行使 诸如海基会 代办文书验证 高等教育评鉴中心 大学评鉴等等 就管辖权移转的形态而言 包含委任、委托、委托行使公权力 以及委办四种 而委任、委托、委托行使公权力 皆规定于行政程序法中 而委办则建于地方制度法 说明如下 以委任、权限委任 一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条第一项 行政机关得依法规将其权限之一部分 委任所属下级机关执行之 一、委任为同一行政主体内 上级机关移交部分权限给下级机关的形态 为行政机关之纵向关系 因此当上级机关无权限时 自然无从委任下级执行 例如 交通部降燃料税之征收交由公路局办理 二、权限委任之救济 A、内部救济 宿院 以受委任机关或其之直接上级机关为管辖机关 宿院法第八条 B、外部救济 A、诉讼 以受委任机关或其直接上级机关为被告 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 B、国赔 以受委任机关为损害赔偿之请求对象 国家赔偿法第九条 二、委托 权限委托 一、行政程序法第十五条第二项 行政机关应业务上之需要 得一法规将其权限之一部分 委托不相隶属之行政机关执行之 一、委托系只互相不隶属的机关之间 而将管辖权移转的情形 为需注意在委托的情况下各机关仍然属于同一行政主体之下 即使受委托机关为独立机关 亦无不同其在组织上的层级关系亦非所问 为行政机关之间的水平关系 二、委托之救济 A内部救济 宿院、原委托机关或其直接上级机关为宿院管辖机关 宿院法第七条 B外部救济 A、诉讼 以原委托机关或其直接上级机关为被告 行政诉讼法第24条 B、国赔 以受委托机关为损害赔偿请求对象 国家赔偿法第九条 三、委托行使公权力 一、行政程序法第16条 第一项 行政机关得依法规将其权限之一部分 委托民间团体或个人办理 例如 环保署委托机车行代为检验排气 海基会有关文书验证之业务等等 一、系行政机关将权限委托于私人或团体的情况 而受托之个人或团体 于受托范围内视为行政机关 该受委托之人亦称行政受托人 二、委托行使公权力之发生原因 A、法定委托 指法律以明文规定 在特定条件之下授权个人、团体行使公权力 应以有法律规定 故不带机关授权、个人或团体 尽得行使公权力 如船员法第58条、第59条 锁定船长之警察权 以及私立大学关于学位颁发、学籍等等事务 细受教育部之委托 以及大考中心等等 B、一定委托 由行政机关基于其本身的意思 而将管辖权已转出去 例如、海基会受委托维文书验证 三、在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情形、除法定委托的状况外 实务上已定委托常常透过行政契约的方式为之 然而行政机关仍然应建行行政程序法第16条第二项管辖以转之程序 4、受托之个人、团体、系以自己之名义执行受托任务 5、委托行使公权力之救济 A、内部救济 宿院、以原委托机关为宿院管辖机关、宿院法第10条 B、外部救济 A、诉讼、以受托之个人或团体为被告、行政诉讼法第25条 B、国赔、以原委托机关为损害赔偿请求对象、国家赔偿法第4、9条 而赔偿义务机关对受托之人亦有请求权、国家赔偿法第4条第2项 4、委办 依地方制度法第2条第3款、指地方自治团体依法律、上级法规或规章规定 在上级政府指挥监督下、执行上级政府交付办理之非属该团体事务 而付其行政执行责任之事项 1、不同于委任、委托、委托行使公权力等形态 委办所指设的是权限在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移转的情况 而在公行政领域中最常出现的争议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团体之间 以及地方自治团体之间权限如何划分 在地方制度法第14条及明定、直辖市、县、市、乡、镇、市 为地方自治团体依本法办理自治事项 并执行上级政府委办事项 2、因此委办事项与自治事项的性质与内容皆不相同 委办事项系指中央政府所委托之事项 3、地方自治团体是否得将事务管辖权委办交由中央政府办理 实务上并不承认地方自治团体得将管辖权移交给中央政府 地方各级政府不宜将权限移转于中央机关 以免紊乱地方自治监督体系 韩名义机关之监督、行政救济体系及国家赔偿责任之归属 不涉及权限移转者 自非法所不许 亦无庸以法规授权 4、无层及关系之地方政府兼得为权限移转 如台市政府得委托新市政府办和川整治及管事项 由此权限移转之程序、要建推适用证程序法第15条 第二项及第三项委托规定办 5、委办之救济 A、内部救济 宿愿、受委办机关之直接上级机关 宿愿法第9条 B、外部救济 A、诉讼、委办机关或其直接上级机关 行政诉讼法第24条 B、国赔 以委办机关为损害赔偿请求对象 国家赔偿法第9条 9、管辖权无移转 前述管辖权移转的各种形态 系机关权限的变动 为组织行为 而在行政法领域中 基于行为形式的选择自由 亦可在不变动管辖权的情况下 请求其他机关或私人的协助 其形态有以下几种 以行政协助、职务协助 1、依行政程序法第19条 A、行政机关为发挥共同一体之行政机能 应于其权限范围内互相协助 B、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时 有下列情形之意者 得向无隶属关系之其他机关请求协助 A、因法律上之原因 不能独自执行职务者 B、因人员、设备不足等事实上之原因 不能独自执行职务者 C、执行职务所必要认定之事实 不能独自调查者 D、执行职务所必要之文书或其他资料 违背请求机关所持有者 1、由被请求机关协助执行 险教经济者 F、其他职务上有震荡理由需请求协助者 2、由上开条文可知 行政协助是机关难以单独完成行政任务的情况下 基于行政议题的原则 得向其他机关请求职务上的协助 不论是该管机关或是协助机关 都是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行事 因此并不升管辖权的问题 3、请求行政协助 并不以机关之间有相互隶属关系为必要 4、当机关拒绝行政协助时 该管机关亦得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助手、行政辅助人 系指行政机关执行特定任务时 受行政机关委托于已协助 并按其指示完成工作之自然人 例如、易销、易警等 1、行政助手可以依契约关系 如承揽、委任、租赁、雇佣等 而成立其是否有偿、无偿亦非所问 行政助手仅限于处理技术性、细节性的事物 2、行政助手并非受委托行使公权利 不代表行政机关 也非公务员法所称之公务员 权限并无以转 且不具独立的法律地位 3、行政助手并非基于个人的意思能力而作为 只能依据行政机关的意思行动 听从机关的指挥监督 就其性质而言 只是行政机关执行任务的工具 4、法律效果归属于行政机关 由于行政助手仅是立于工具性的地位 在执行行政任务时亦无意思形成的空间 不行政助手的行为效果归属于该行政机关 其行为侵害人民权益 亦视为机关的行为 应以该机关为对象提起诉愿 诉讼或请求国家赔偿 3、代行 上级直接代替下级作为 依地方制度法第76条第一项 直辖市、县、市、乡、镇、市 依法应作为而不作为 至严重危害公益或妨碍地方政务正常运作 其是于代行处理者 得分别由行政院、中央各该主管机关 县政府命其于一定期限内为之 与其人不作为者得代行处理 但情况急迫时得禁与代行处理 1、有本条可知 代行系指中央监督机关在地方自治团体 待于作为时直接介入的手段 2、就代行的本质而言 系以自己的名义去执行他人之权限 深言之 在代行的状况下 管辖权并没有移转 而中央监督机关却是以自己的名义 代替地方自治团体作为 4、公法上的无因管理 原为民法上之概念 系只为受委任 义无义务 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 民法第172条 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实务上 也承认所谓 公法上的无因管理 1、由于行政机关 只能于其管辖权的范围之内 执行行政行为 而无因管理系无权限 却替他人处理事务 因此行政机关不得无法律授权 竟透过无因管理干涉其他机关的权限 2、承上 当人民为无因管理而代替行政机关管理事务时 其无法律上授权基础 自不得行使公权力执行行政任务 3、由以上说明 公法上的无因管理应仅限于 单纯高权行政的范围内才可能成立 4、要件 公法上无因管理应类推适用民法有关无因管理的规定及要件 应包含以下几项 A、管理他人、公法上、事务 此为与民法无因管理的差异所在 所谓公法上事务的判断 应将该事务若由本人来处理时其性质为何为断 换句话说 如果把为他人所管理的事务 换做是由本人自行处理时其性质为何为判断标准 A、若本人为行政机关 是由原机关处理时系为公权力行为或是国库行为 B、若本人是人民 是该事务由本人处理时为司法上事务或是公法上义务 B、无管理义务 C、为他人管理 5、公法上无因管理可能的太样有以下几种 A、行政主体、机关、之间互相管理事务 B、行政主体、机关、为人民管理事务 C、人民为行政主体、机关、管理事务 B、人民为人民管理事务 因是管理人是否立于行使公权力的地位、为断、换言之 即为他人所管理的事务是否属于公法上义务 若非公法上义务者则为司法上的无因管理 行政族之法、公务 公务之意义 1、定义 透过特别法律行为设定而取得 提供为民众或行政机关使用以达特定公共目的 并受公法拘束的有价值之物 包含以下两项内涵 一具公法上目的之实现 2、受公权力主体所支配 所谓受公权力支配并非指所有权规属于公权力主体 而是指处于受公权力介入支配的状态 因此即使是私有之物也可以被认定为是公务 称为他有公务 2、最广义的公务 指直接、间接工达成行政目的所使用之物 最广义之公务范围包含国有财产法 第四条所称之、公用财产与、非公用财产、两大类 1、公用财产 系指直接提供人民或行政机关所用 以达成行政目的之国有财产 又称行政财产 1、国有财产法第四条第二项 又可在细分以下三类 1、公务用财产、行政实用公务 各机关、部队、学校、办公、作业及宿舍 使用之国有财产均属之国有财产法 第四条第二项第一款 2、公共用财产、公共实用公务 国家直接供公共实用之国有财产均属之 国有财产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二款 3、事业用财产、营造物实用公务 国营事业机关实用之财产均属之 但国营事业为公司组织者 仅指其股份而言 国有财产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三款 2、非公用财产 又称财政财产 细间接提供人民或行政机关使用 以达成行政目的 1、国家财产法第四条第三项 细指公用财产以外可供收益或处分至一切国有财产 例如山林、水利、矿产、有价证券等等 3、广义的公务 只直接提供为达成行政目的 而为人民或行政机关所用之物 及前述行政财产、公有财产 所有权规属亦非所问 互向人民租借之土地、房舍、器材等等 只要是直接供行政目的之达成 皆属于广义之公务 4、狭义的公务 只直接提供为达成行政目的 且仅为人民所用之物 公务特征 1、不融通性 指公务不得为交易、让与、设定负担等等 法律行为之标的 但在不影响公务使用目的之情况下 得转让所有权 例如在不影响公大众行走的目的下 公益地得转让成为私人向道土地 就公务的不融通性而言 学说上见解不一 以否定说 完全否定公务的融通性 完全不得为私人权利之标的 2、肯定说 承认公务的融通性 即公务可作为私人权利之标的 3、部分肯定说 在不影响公务设定目的的范围内 人承认其融通性 通说 2、不适用时效取得 以若采否定说的见解 公务需随时提供为行政目的所用 既为不融通物 亦不得透过时效取得 2、司法院院自第2177号解释表示 就司法关系而论 其所有权属于国家 国家为公法人 占有公法人之土地 自属民法第769条第770条 所谓占有他人之不动产 故公有土地 除土地法第八条 所定不得私有者外 亦有取得时效之适用 3、照该号解释见解 若土地虽为国家所有之公有土地 但未设定实用目的 且人民公然和平占有经过一定期间 自得依时效而取得所有权 依此见解 实物上对公务之性质 四彩部分肯定之见解 3、不得为公用征收标的 公用征收之对象 为私人所有之财产 而公有公务以为 国家或行政机关所有 自非征收之对象 仅需依法定程序拨用即可 4、不得为强制执行标的 公务基于不融通之特性 故原则上不得为强制执行之标的 但在不影响其公大众使用目的的情况下 仍可为执行标的 公务类型 1、依性质可分为动产、不动产 2、依所有权归属可分为 1、依公有公务 所有权归属于国家或行政主体 2、他有公务 所有权归属于私人 而事实上提供给不特定之大众所使用 在此情形下 其所有权质已转受让义不影响公法义权 换句话说 即使第三人为善意受让而取得 义不得向使用者主张 3、依国有财产法第四条 可分为下列种类 1、公用财产、行政财产 1、公务用财产、行政使用公务 2、公共用财产、公共使用公务 3、事业用财产、营造物使用公务 2、非公用财产、财政财产 4、依公务的使用分类 1、公共使用公务、公共用务 不需要特别许可 提供给一般大众直接使用 1、其使用方式又分为 1、一般使用、通常使用 只就该公务的使用而言 和于其设定的使用方式 2、特殊使用 只超出公务设定目的的使用方式 例如、利用道路作为婚丧喜庆的场地 区分实意 使用是否需经公务主的同意 在特殊使用的情形下 需征得公务主之同意 2、行政使用公务 又称行政用物 只专攻公共行政直接使用 由行政人员利用者 3、特别使用公务、特别用务 依其目的、公特定人、公务主授权之人 利用之公务而非一般大众人人皆可使用 4、公营造物使用物 系指构成公营造物之物 及公营造物中物之成分 公务之成立、变更、废止与管理 1、成立 公务成立之要件有2 以依法律或事实行为设定 2、为公众所使用之事实状态 就公务的设定方式而言 可透过法律行为以及事实行为 分数如下 公务之设定 1、法律行为 A可透过法律、法规命令、行政处分、自治规章、习惯法 甚至是内部程序、财产登录等程序等方式设定皆无不可 为需特别注意者 除透过法律行为设定外 必须事实上依其设定目的提供使用 逼透过行政处分设定成为公务者、细致、队伍的一般处分 形成第92条第二项 而言 因此可得提起行政征颂 而方式除公告之外 也包括其用典礼、剪彩、指定为古迹等等 2、事实行为 因事实上长时间提供公用、故认定为时效完成 并因而产生公用地义关系 2、变更 公务经设定后 常因法律或事实状态改变而使得与原先设定的使用目的有所不同 公务的变更系旨在不变动其为公务之地位 仅改变使用目的 通常透过修法或是令为行政处分的方式进行公务的变更 3、废止 以废止之原因 不能达到设定时供使用之目的 及丧失公务之地位 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物体灭失 只该物以不存在或形态变更 例如河道淤塞、桥梁倒塌等等 2、废止功用 以法律行为取消其作为公务之地位 可透过法规或行政处分 一般处分 为之 废止应以同位阶或较高位阶的法律进行 若以一般处分设定为公务者 亦可以处分废止 2、废止之效果 1、自有公务 因废止功用而成为机关的财政财产 2、他有公务 该物所有权人以及其他权利人 其权利不再因设定为公务而受限制 简言之 废止功用之后权利人行使权利就不再受公法限制 4、管理 1、公务管理权 只为维护公务之功能与使用目的 对于使用者在使用公务时的不当行为加以排除的权利 2、公务之警察权、家主权 对于一般人 不限于使用者有妨碍公务之管理、使用之行为 得加以排除的权利 公务上利用关系 1、一般实用与特别实用 依照公务设置的目的 可分为一般实用与特别实用 1、一般实用 合于公务设定目的的实用 2、特别实用 超乎设定目的的实用 利用道路作为婚丧喜庆的场地 3、特许实用 指公务的实用需经公务主的同意 仅限特定人可实用 2、公务实用请求权 公务设置之意义 守重于公共利用关系 若经民众对于公务的利用受到妨碍时 是否能够主张实用请求权 1、再一般实用的情形 由于该务本来就是为不特定之人利用所设 无需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自合于公务设定之目的 因此 于一般实用时 应承认民众得主张实用请求权 该请求权为主观公权利 受侵害时自得以征送救济 2、再特别实用的情形 由于该务的实用超出其原本所预设之实用目的 故需先征得主管机关的同意 就此 主管机关就其申请应有裁量权 是以申请人遭拒绝时并非当然主观公权利受到侵害 3、防御权 当人民行使公务一般利用的权利遭受来自其他民众的阻挠 干扰时 是否得主张排除 若得主张防御权 又应向谁主张 应向主管机关请求排除 依旧公务的性质而言 为行政机关所有或为其所支配 他有公务 因此法律关系应发生于行政机关与人民之间 二是 以法律关系既然存在于人民与行政机关之间 人民对于公务之利用受到其他民众侵扰阻碍 行政机关自应本于职权介入 以回复其为公众所利用的状态 故公务利用障碍排除之权利应向行政机关主张 而非向相对人主张 公务之赔偿责任 一公务之赔偿责任 一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 公有公共设施应设置或管理有欠缺 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者 国家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据此当人民因公务之设置管理有欠缺而受损害时 得向国家请求损害赔偿 而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向该公务之设置或管理机关主张 国赔第九条第二项 二公务管理人赔偿责任 另外设置管理公务之人待于执行职务 或欠缺应有之注意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 十一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 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利时 应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 国家应付损害赔偿责任 公务员待于执行职务 致人民自由或权利遭受损害者一同 故当公务之管理人有故意或过失时 对受侵害之民众也需负赔偿责任 行政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 或称制度性法律保留 行政组织系依公法而设立 其目的位达成行政目的并为国家监督之组织 一、行政组织法之内涵 所谓行政组织法包括有关行政组织的权限、地位、组织架构 以及其成员等于组织权利相关事项之规定 二、组织法上的法律保留之理由 组织权原本应属于行政权的核心范围 然而却透过法律留给与立法机关事前干预的机会 理由在于 一、在行政行为的面向上 行政组织的变动、创设、变更、裁撤合并等 往往涉及管辖权的变动 二、在权利救济的面向上 组织的变动涉及人民应以何者作为声明意义 提起诉愿以及诉讼的对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